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捷运可以连接基隆市 新北市 台北市 如果再加上系东线 我想会让整个基隆河谷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一定可以连接基隆翻转河谷 目前环平通过正在等待最后综合规划的决定 那我们会尽量想办法降低基隆市的负担 那另外基隆市政府对于土地开发 包括厂站的联合开发 或者是车站的整体开发 如果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 我们中央也愿意全力协助 对此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市府将在行政院指导下 考虑由基金方式来兴建营运 相信对基隆的市府财务会有很大帮助 那我可以说 郑副院长在这一段时间 尤其是议会休会的这段时间 积极的帮助基隆在寻求 基隆捷运经费跟预算的一个解套方案 那我从中得到了很多 有帮助的资讯跟方法 所以我本来很期待明天要来接待 郑文灿副院长来这个基隆视察 邮轮等等 但因为全代会的关系 我已经有跟他的办公室请假 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他这一段期间的 对基隆的这些帮助 我觉得是现在中央政府里面 让我真正可以感受到 这个很多关注在基隆的一个政治人物 非常感谢 那基隆捷运 这个从这个林佑昌市长开始 那希望能够连结双北翻转基隆合股 那现在由这个谢国梁市长来揭讯 那我们行政院一样会按照原来的规划 4月完成完毕 会按照进度来核定 那也会尽量想办法 两个事情 第一想办法降低基隆市政的负担 第二按照原规划 我们基隆合股的 这个都市计划的更新 包括厂站开发 或者是这个整体开发 那这个部分如果基隆市政府团队 目前对这个部分的了解 如果需要还不够的地方 我们中央也愿意协助 包括交流部内政部 协助基隆合股地区 包括这个八股站 北屋屋站等等 因为新北市已经提出开发计划 我们协助基隆市提开发计划 以后可以降低支弹 大概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基隆节育也是我们重点支持 而且加上西东县 这个西北市跟台北市 目前都积极地在推动招商 希望基隆市这一段 能够一起来往前走 也要谢谢佑昌市长这个破话 这个人生的每个阶段 这个有时候会有些还没做完的 就很想把它做完 还好议政部长跟这个有关系 那行政院一定是百分之百的 继续支持这些计划来完成 那希望能够让基隆成为一个 非常有魅力的港关城市 也可以把我们以前规划的 这个游轮经济学把它放大到最大 在带你来看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百公百业后援会7月起在全台接棒成立 基隆市由渔业后援会揭开序幕 现场500位渔业代表齐聚力挺 高喊台湾头基隆一定赢 将手中的这一面起 将在我们后援会的总会长 我们的简建辉总会长的手中 民进党前主席卓龙泰代表 授正授旗给赖清德 渔业后援会总会长 金融区渔会理事长简建辉 现场聚集500位渔业代表 不为言乐高喊加油 向着渔业界对赖清德的权力相挺 感谢这几年政府对我们基隆渔业 与移民的照顾与发展 尤其我们赖副总统来往渔会 照顾我们渔民 大力支持渔业建设 使我有感而发成立今年的渔业后援会 希望他当选中的又继续支持基隆渔业 与基隆渔会的发展 与支持与爱护 渔业后援会成立大会地点 就位于旧渔会大楼旁 是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时 与当时的基隆市长 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 及立法人蔡世英等人 在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努力的成果 对渔业发展鼎盛的基隆来说 意义深厚 出席成立大会的林又昌等人 大声呼吁基隆人 一定要支持最挺基隆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渔业的后援会在基隆成立 这个也是信赖 基隆会在基隆成立的第一个后援会 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 也代表着基隆百公百业 挺我们赖清德总统 也挺我们曾文廷立委候选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选出好的人才 带领台湾继续向连进 也让基隆的未来能更好 我相信说长期以来 小英政府对渔业的照顾 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所以我们看得到 包括渔业理事长 前后任理事长 许多的渔业干部都站出来 来支持我们的赖清德 赖副总统竞选2024的总统 那我相信基隆市的市民 在这场选担当中 会来支持赖清德 继续延续过去小英政府八年的努力 让基隆持续的进步 让台湾的海洋渔业的状况 继续的走下去 我们想非常非常感动 看到这么多的渔业相关产业的民众 来一起来参加挺总统挺赖清德 那渔会呢渔业是基隆的根 也是基隆的根本 我们基隆港因为渔业而生 因为渔业而兴盛 那我们有非常多 依赖基隆港的民众 那我想大家都相信 赖清德总统候选人 会对我们基隆非常的重视 我身为基隆的女儿 我希望基隆能改变 基隆不能再由所谓国民党复聘 也不能再由政二代继续在经营 我们一定要选出一个平民的律师 来帮我们代言 来帮我们发声 这才是一个基隆未来的知福 所以在这边拜托大家 基隆力挺郑文庆 也希望大家全力力挺我们的赖清德 让我们听台湾 整个听台湾的团队 能继续为台湾努力 我们听如果有机会 尽力认为我们的尊敬 我们部长以及蔡立委 这种依赖人最高利的这种精神 尽力认为他来贴助 发言的心扎以及既成的感动 据了解 现在台湾后援会百公百业 将在基隆各个行政区陆续成立 希望一步一脚印争取更多市民支持 让大基隆地区出身的赖清德 在台湾头基隆赢得最大的胜利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导 在但以来关心行政院推动的 老旧高地社区用户加压 售水设备的改善计划中 基隆最后一个获选社区 台北大镇7月21号 与自爱水公司完成签约 预计年底完成规划 明年施工 由于还有多个社区 希望申请高地用水改善 在立委蔡适应的争取下 水地署方面初步同意推出第二期计划 在立法人蔡适应见证下 台北大镇社区管会主委苏林玉琴 与自爱水公司第一区管理处 副处长陈苏清完成签约 这项高地社区供水接管工程 将在年底完成设计明年施工 不仅能改善台北大镇 过去每期漏水度数达6000多度的老问题 施工经费由中阳补助80% 每户负担费用也从5万元减少到1万元 希望早一点帮我们完成 完成好让租户可以安安 我们顺顺利利的 不要再为这个水带在那边缓闹 我们更新完水管之后 就是可以降低一些不必要的支出 然后也把我们社区的自爱水管 先交给水公司来做接管 整个台北大镇 如果政府没有补助的时候 那住户要分摊的改善工程款是5000万 那由于政府负担了80%的工程款以后 那住户只要分摊1000万的工程费 多年来协助许多社区申请中阳补助改善高地供水 及漏水问题的蔡世英表示 台北大镇是基隆最后一个获选社区 由于基隆市还有多个社区也表达 希望申请高地供水改善计划 在蔡世英争取下 水利署方面已初步同意 规划第二期老旧高地社区用户加压 受水设备改善计划 预计民国114年公告 水利署给我的回复我们的讨论的结果 是会朝着第二期的计划继续来推动 那原则上在今年底会完成第二期计划的草案 明年会来正式公告 114年之后的第二期计划 那因为基隆还有很多的社区 它确实仍然有高地供水的问题 也还没有完成 那是希望这个计划 能够让更多的社区继续也能够完成 另外对于近期用水问题引发明怨 蔡世英表示 已经要求水公司调配西式水库 及新安水库的储水积极改善 水公司方面也澄清水质经检测 符合饮用水标准 至于民众反应的气味部分 在水公司则提出说明 饮用水的水质标准是 必须我们的鱼露 要保持在0.2到1.0ppm之间 那我们的出厂鱼露 都是控制在这个0.2到1.0ppm之间 这个法规的范围之内 那这个加入对人体的健康 是没有影响的 那有一点就是说 当我们露气如果加到 鱼露的部分 有0.4以上 我们人就会有感觉 那有感觉你只要把这个水静置一下 它挥发了以后就没有露气的味道 由于基隆已多日为下雨 依照天气状况 今年枯水期可能会持续更久 为了避免去年缺水问题重演 蔡世英表示 近期将再到东北角 供辽上游视察水源抽取状况 同时要求水公司方面 启动深水井等备员计划 我近期也会再到东北角区域 供辽的上游再去视察一次 那水公司一切点 已经开始采取另外一个备用计划 就是深水井的备用计划 也准备要开展了 那因为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整个东北角地区的雨量 是非常的少 所以世英有特别提醒水公司 我们要如何避免 去年度 新一区中正区 大规模的停水的状况再现 那这个部分我有请水公司 特别的注意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接下来带你来看 金融市长谢国良 利用假日的时间 陪同立委参选人林沛祥 到七堵的南新市场 进行扫街拜票 相当受到民众的欢迎 现场气氛热烈 在人气鼎沸的七堵南新市场街头 可以看到谢国良市长 跟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 与民众互动的状况 来买菜的民众 看到两人来拜票都热烈的互动 感受在地的人情味 市长谢国良说 他非常喜欢到市场来拜票 可以跟民众直接互动 今天跟佩祥回到了我们的南新市场 感到非常的亲切 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都来这边跟大家互动 其实我是非常热爱 来到菜市场的 因为又可以买菜回家给小爱吃 然后又可以来拜票 真是一举两得 我只能说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用你最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一面 来跟大家互动 然后来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 市长谢国良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 在市场拜票 也感受到直接的民意反应 尤其是自来水的问题 我认为如果现在有所谓的北水南宋 那北水北宋是应该和一个很直接的想法 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一个计划 可是未来的话 我们希望过去之后 见请中央在不管是在前瞻计划 还是常态性的计划上面 务必把基隆的水资源 不要认为基隆是宇都 所以我们就不缺水 这件事是很荒谬的 不要认为基隆是宇都就不缺水 就没有水资源上面的需求 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做出规划 这一次争取作水公司的董事 主要也是希望 基隆的供水能够稳定 那短期我们是靠新山水库 那但是长期我曾经跟水公司也有讨论过 透过捷运工程的施作的同时 可以把其他水库的水 引水过来到这个新山来作为一个 备源跟合作的一个方案 所以如果我在水公司担任董监事的话 我也会就这个长期的计划来追踪管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议警大队顾问 集中队长受政典礼 府会贵宾共同祝贺 郑锦州担任议警大队大队长顺利连任 市长谢国良和议长佟子委 也感谢议警为地方的治安出钱出力 守护乡土 金融市长谢国良跟议长佟子委 特别用歌声来感谢这些议警的顾问与干部 感谢他们为地方治安贡献付出 现场的气氛充满欢乐与温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温馨 护乡荡人这个挂的精神 为了你解脱了从车还失控 基隆市议警大队顾问与中队长受政典礼 受到府会贵宾的高度重视 一般人比较不了解议警 平常都在地方的治安方面 默默的贡献心力守护着基隆 那议警大队平常他就是协助我们治安 防道 防墙 如果有遇到灾难的时候 也协助我们到现场疏导交通 那比如说下个礼拜一 有一个万安46号演习 那在下午的1点半到2点 这个中间是人车都要避难 等于车子停好人还要到 就近的避难处所去避难 那整个基隆还是算蛮大的 所以我们的警力是不够 那这个时候的疫警大队的疫警弟兄那就派得上用场 那平常在比如说过年时期的这个村庵工作 虽然现在叫做这个重点节日加强安全恢复 但是这个就是过去的村庵工作 也有那个疫警兄弟姐妹的身影 那为了我们这个基隆市民的生命身体 还有财产的安全 我想我们今天警戒很多干部都会来 我们会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表示感谢 身兼基隆体育会理事长 救国团主委的郑锦州热心公益 获得各界肯定 因此继续连任基隆市疫警大队的大队长 而担任顾问跟中队长等重要干部 也都是热爱基隆 愿意共同出钱出力 用行动来爱故乡 出钱出力 而且带领我们大家南征北讨 然后把我们凝聚在一起 是为我们热烈的掌声再鼓励一下 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基隆市的这个治安表现 长期以来在全国的排名都非常优秀 那除了靠我们的警力以外 也靠我们这个名利就是疫警 所以我们疫警在郑锦州大队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同仁一起在努力 让我们的治安 然后不管在这个我们的建警律 还是相关的破案率 都有非常好的显著的成绩 我想非常谢谢大家 疫警同仁呢 他们是属于四大名利之一 所以他们在许多警察的请务上都要邪情 那所以他们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 我们疫警在基隆市 跟四个分级有四个中队 然后有二十二个派出所 可是我们有二十三个分队 因为姓六路有姓六一姓二 因为以前在一二路跟三沙湾有两个分级 后来合并成姓六路派出所 所以有两个分队 而且还有两个小队 一共是四个中队 二十三个分队 还有有辣马林 复兴的小队 一共有二十三个分队 两个小队 而且非常谢谢市长 继续聘我来当疫警大队大队长 我是从当通隆市长 然后宁右昌两任到这下 因为可能这一月就完年纪大的 可是我们疫警弟兄 大家非常的努力 包括我们的东黄 我们的东黄 每年东黄将近一个月 我们疫警都各个问题 大力的出来配合 帮助我们警察同仁来支持 因为警力有限 民意无穷 受证典礼上 市长 议长 警察局长 都向这些热心公益的 疫警顾问 与中队长及干部们 致上最高敬意 合影留念 感谢他们为地方的治安 出钱出力 守护基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 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争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争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既热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职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4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免疫 业医公司规定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有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找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新市政 走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信场 新美市前一阵子才发生冷气扎人事件 基隆市同一天下午 安乐区某集合市住宅 也发生了一大片的砖头 从天而降 砸中住户的轿车 幸好当时没有住户经过 只有财损 没有人受伤 大楼瓷砖一大块 从七楼往下掉 当场砸中停在一楼的轿车 而挡风玻璃整个凹陷 裂成蜘蛛网状 还破一个大洞 瓷砖的碎片 还留在引擎盖上 人行道上 也可以看到瓷砖 而往驾驶座内一看 挡风玻璃塌陷 可见当时冲击力道之大 还好人不在车上 路上也没有人经过 大概差不多六点左右 我突然听到有声音 以为是说打雷 结果听一听 好像声音好像不太对 才下来查看说 哇 原来是楼上那个水泥 掉下来砸中我的车子了 案发现场 已经用塑胶绳围了起来 贴上告示牌 提醒用路人要小心 案发在20号下午六点多 基隆安乐区一处集合住宅 瓷砖从外墙脱落 只不过同一天 新北才发生 冷气从大楼掉落 砸死一名政大女学生 没想到基隆发生 大楼瓷砖掉下来 还砸破挡风玻璃 如果你刚好经过被砸到 那出人命了 你看看这样子就无预警的 只是经过而已 就这样子 当我们的时候吃饭食材 拿着大箱 能去疑管什么经验 对啊 因为好理教材没牵到人 这是好理教材的来 确实他可能每一栋都有这个设计 所以就会做一次的 全部的去查看看 如果说确实都有安全上的疑虑的话 当然是会建议有人会 在这边把他先敲掉了 社区总干事说 会请车主先估价之后 再跟管委会讨论 后续的赔偿问题 也会尽快检视大楼的外墙 希望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为了要鼓励青少年暑假期间 从事正当的休闲娱乐活动 新冠疫情后 救国团再次恢复举办三对三 篮球斗牛赛分区开打 为了鼓励青少年暑假期间 从事正当休闲娱乐活动 新冠疫情之后 救国团再次恢复举办 三对三篮球斗牛赛分区开打 机动室在安乐高中举办 高中男生9队女生5队 总共14队参赛 这个灌篮高手推出 3队3篮球斗牛赛分区开打 12年以来到今年拍电影 都很受欢迎 今天篮球是在各种不同的阶段 对青年朋友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我们届时推动篮球的活动 这个活动是优失篮球比赛 这个是全国的一个比赛 是 虽然说疫情已经停了一两年 没有期盼 这次持续的再期盼 非常棒 也对我们年轻人这次参与的队伍 能够借着自己的以球会友 然后彼此切磋球技 当然表现好的队伍 也可以参加代表我们机动室 到我们北部GTT参加赴赛 然后到最后参加决赛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连行人体力也比较旺盛 让他们有个活动的正常的 抒压的管道非常棒 优胜队伍进入复赛和最后决赛 争取2万元的冠军奖金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日本冲绳县议会的议长赤领生 特别率团参访基隆和平岛公园内的 琉球渔民魏林碑 市长谢国梁到场表示欢迎 并期许基隆及冲绳在观光文化 渔业体育活动等方面 有更多的交流及合作的机会 在基隆市政府民政处长张元祥 基隆市姐妹市促进会理事长陈士斌 以及和平岛公园董事长翁静全的陪同下 基隆市长谢国梁 接待了这一群从日本冲绳县议会来的好朋友 共同来关心琉球渔民魏林碑的修复计划 基隆大家那么照顾 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感谢基隆市 那么我们对现在的这个情况 我们这一次会好好的带回去 然后跟县长做一个报告 然后希望先政府尽早 尽早趕快去恢复 我们的开心看到日本冲绳县的赤岭议长 阿卡米勒さん他到了我们基隆来参访 那大家都知道冲绳跟我们基隆 长久以来都有非常深厚的友谊 而且非常好几百年前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愉悦 就不断的有很多深度的交流 那今天他们也来到了 很具指标性的和平岛公园 让这个他们可以多看看 我们基隆的文化跟过去大家交流的历史 那我们这个过去跟宫古岛就有很姐妹式 然后平时就频繁在交流 那我们也希望多邀请一些日本冲绳的朋友 来访基隆 让他们多了解多看看 在检视纪念碑损坏状况后 冲绳县议会希望能尽速重建雕像完成修复 据了解 原创的日本雕塑家正在努力制作 相信很快就能恢复原状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